日前第72集团军母合成旅联合陆军海防部队和海军舰艇编队组织了一场全要素远距离长航时的航渡演练 探索多军兵种联合渡海作战模式 码头上多型装备以滚装吊装等不同方式完成装载 我们在演练中采集了不同类型舰艇和装备在不同装载方式下的相关数据 同时还要兼顾考虑抗岸后的卸载效率 比如滚装时倒装上船慢 但是抵达目的地后可以最快速度的投入战斗 经过数百海里的长途航行 部队按时抵达目标海岸 数十台防护型突击车快速向岸滩实施突进 此次航渡演练分为指挥 突击 火力 宝障四个模块同步实施 共采集数万条作战数据 为进一步提升轻型高机动部队投送效率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次演练 我们主要对复杂环境下 人装配彩 装卸组织和远程独送能力 等重难问题进行公关认证 进一步强化军种的协同配合 提升部队随行使命任务能力 参照 3 3 7 7